我們今天的造型呢是 你看我跟日本雜誌的顏色一樣 黑色 紅色 白色 我們三個都是這個襯色的 蠻不錯的 而且一定要濃重 對 你看我們三個人 都用心去打扮這個 我記得兩年前 我也有參加這個派對 那兩年後今天呢 又來到參加這個派對 那我知道這個派對 所有參與的朋友 都會很喜愛衣服的 那時裝的人都聚在一起 所以我們特意辦到比較 帥氣一點 來跟一些朋友見見面 喝喝東西聊聊天這樣子 今天因為我們的時間有點趕 那我們會待會在台上 預備一首歌送給L的所有的朋友 那大葵會在台上唱給大家聽 今天早上那個資深演員 那個曲觀音先生去世啊 你們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昨天晚上深夜的時候知道的 當然很可惜 因為英哥也是我們的很好的很好的朋友 那他也一直看著草莽長大 所以昨天知道這個消失 確實有點有點不開心 因為畢竟他給我的印象是很健康 他很喜歡做健身 人很風趣 也帶給我們所有很多廣大的觀眾 很多喜樂 那現在他要去到遠方呢 可能大家要選是一個 帶給大家那麼快樂的一個人 對 在這裡希望他一路好走 也希望他的家人 他的弟弟 他的哥哥 不要不開心 希望他們的家人 所有都批評 保重 保重 是公司找造型師幫我搭配的 對 然後主要是希望 因為待會兒有要表演 然後希望可以比較年輕一點這樣子 想要有比較不一樣的感覺這樣子 想當新男嗎 對 像車身遠看齊 待會兒我可能會 我自己會比較high吧 有一些歌 就現場live的時候 我自己會比較high 然後 希望下面可以感受到這樣子 不會 希望可以 讓氣氛活絡一些這樣子 那除了自己的歌還會唱嗎 沒有 我今天都會唱自己的歌 對 然後有些 我覺得我的 就是歌迷朋友 然後都非常的辛苦 在這個網路上的投票 大家都日以繼夜的去投這樣子 我覺得 很謝謝大家 謝謝 今天試妝其實一次就成功了 其實 就自己還蠻喜歡這樣子 類型的衣服 有一點斗篷的感覺 可是又很簡單 算是 而 童裝借的衣架子 因為今天來現場 應該會有很多名模 如果在這些人面前說 我自己是衣架子 真的是 很不好意思 但是 我想如果以童裝界面來講的話 我算是一個衣架子 剛剛是不習慣這雙鞋子嗎 剛剛是地板 他們好像有一個接縫 但它上面鋪了地毯 所以看不到那個接縫 然後鞋跟非常的細 就擦進去 把人家地板擦破一個洞 有怕跌倒嗎 有 對 因為我是以跌倒出名的 我有一個跌倒的代表作 所以 非常的害怕再度的跌倒 你一定看到Selina婚禮 Selina在那一整晚 是不是都蠻辛苦的 對不對 是啊 真的不容易 因為 對她來說 這麼久沒有面對媒體 然後 一口氣面對了這麼多人 然後 就是 時間也蠻長的 真的是蠻辛苦的 不過她很開心 她有跟人說 妳說最後捧花還丟給妳嗎 對啊 太開心了 那真的是 非常的 就是 如我們所願 因為Selina也最希望我接到她的捧花 然後我也很想要接到自己姐妹的 就是傳承她的幸福 所以 就很開心可以抽到捧花 過程中有聽說她有什麼身體這樣不適嗎 其實她就是 腿的皮膚真的還是有癢 然後中間去換 更換衣服的時候 我有陪她進去 都還是需要 就是稍微按摩一下 擦一點乳液 讓她止癢這樣子 謝謝 謝謝 謝謝